人體任何器官 相互有關 不能切除 像我肝臟壞了 跟孫中山一樣黑 聽說比他還黑 你可以把他拿掉嗎 我說你給我留著 他經常會起副作用沒錯 但是他可以維持整體的運作 他的肝功能沒了 可是肝跟周遭的那些功能還存在 像我兩個肾也都壞了 他說要拿掉 我拿個屁啊拿掉 給我留著 雖然肾臟壞了 我有尿蛋白 也確實 他說你這樣下去會尿血 會怎麼樣 我說你拿掉也會有啊 你給我留著 雖然他會有尿蛋白 也會血尿 他說那這樣要洗肾 洗肾是你講的 我不洗肝 我就這樣走就好了 那個主要功能可以停止 但是那個東西的周遭的功能 他繼續在發揮 你不知道啊 所以我雖然在這邊很累 可是我其他方面很好 因為肾的功能沒有 肝的功能沒有 但其他的可以發揮啊 所以我沒有知道 你如何去調理這個部分 只有一個東西 就是你自己的身體 生病以後你記得 最好的醫生是你自己的身體 他會告訴你要做什麼 要吃什麼 西醫不一樣 這個沒用 切掉 這個沒用 切掉 我告訴你喔 要切當然可以 我也被切了兩個 他說我皮膽壞掉啦 人家這麼小 你那麼大 人家一個顏色 你怎麼五花十色 我說我比較精彩啊 沒用 割掉 他說膽啊 人家裡面沒東西 你裡面那一塊太硬了 這個也不行 割掉 西醫的治療這很簡單 第一個 你不會死 第二個 你不會好 第三個 整到你破產 然後再去死好了 因為你沒錢繳了 你就去死啦 你有錢啊 他不會讓你死 各位要知道啊 體內的任何器官 儘管壞掉 停止工作 他還有這個器官跟周圍相關的功能在發揮 你不能割掉 你可以讓它恢復 怎麼讓它恢復啊 大概全世界醫生都不知道 因為這一塊啊 已經超越你大腦的領域了 有沒有可能把它弄好 絕對有可能 而且不是一種方法 我們還原八字工法絕對可以弄好 我跟你講 你不要來試試看 我不給你試 我很認真的教你說我來看一看 我來試試看 那不准啊 飲食可以治療好 食物喔 水果 蔬菜這些東西 但怎麼吃搭配啊 現在沒有人知道 醫藥也可以 我們相信有很多方法 練功也可以 對治法 那是很高明的 可是總治法應該有 但你不會 你能夠碰到有這種人 那是你命中有真天子 所以很多民俗療法裡 常常出現奇蹟 那就證明它有啊 不是沒有啊 你不會是你的事啊 我告訴你喔 應該十幾年前 我相信目前應該在做還有人 在做那一個 人參粉有沒有 吃人參粉啊 要吃很多很多人參粉 那個也會救命喔 但是呢 你現在吃下去有效啊 明年再來可能人參粉就無效 可能要某種粉 什麼零值報紙粉啊 還有什麼破壁報紙粉有沒有 到底是真是假也不知道 可是他吃了就有人有效啊 有效是指在這個timing中 這個東西有效 換了另外一個timing 另外一個時空 這個東西可能就無效了 那你要怎麼樣知道 在這個時空吃這個 那個時空吃那個 要肺炎才有可能 我有的這一套喔 我來看一看 那個我也懶得交啦 不是不給 你真有需要當然要給啊 對不對 救命的事啊 怎麼怎麼會不給 當然給啊 所以你必須認真 有認真的態度才有可能 不然是不可能 所以只要你真的有需要 跟你講百分之百絕對有效